市場的氣氛的確明顯改善了許多 廠商會在幾個大型的展覽活動中 打頭神的就是今天的主角 將會在這個星期六 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 第28屆香港國際教育展 眾所周知廠商會是一個商會 亦都是辦學團體之一 第28屆香港國際教育展 將會在星期六舉行 對於我們今次的熱情投入 可以說是絕不給我們工商的事務少 今屆的教育展除了一而既往 網絡不同的年齡層的一些課程 以及升學的資訊之外 亦都是緊貼當下社會的趨勢和需要 而加強一些元素的 例如是因為近年一個留學移民潮 今屆是增加了留學移民的顧問機構來參展 在9月9日至12日 在亞洲國際學冷館舉行的 2022公展會購物節 在去年才是首次舉行展會 可以說是公展會的延伸 以吸納一班最有潛力的新客人 例如在北潭如山和新界北的一些居民 結果亦都發覺這個策略是非常之成功 在去年大家如果記憶猶新 是非常之多顧客入場 亦都大發出來了 可以說參展商都賣到沒有東西賣 民以食為天 今年香港美食嘉年華 是廠商會 是一個以食為掛稅的姐妹 來到今年已經是第九屆 她將會定於 在12月29日至11月6日 在香港的提衝運動場再度舉行 並且以日式、韓式美食為主題 在香港美食為主題 香港美食為主題 並且當時的天使 香港美食為主題 已經有很多最大的 提衛,與其他學生的主題 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要看明星期間 可以說明星期間 我們在香港美食為主題 也是另一個小時候 我們在香港美食為主題 你會提供的主題 我們在香港美食為主題